江蘇省無錫市陽山鎮 是全國知名的水蜜桃之鄉 這段時間正是陽山水蜜桃上市的季節 當地也通過新型修剪方法 改變桃樹樹形結構 並在採摘等環節採用機械化運作 實現了水蜜桃超過10%的增長 這一棵就是來自無錫陽山 鎮宗的水蜜桃 顧名思義這裡的桃子 在成熟了之後 拿在手上稍微輕輕地揉捏 直接插上吸管就可以喝了 你看它的體積還是比較大的 採桃子的時候手法也是要講究 因為如果說手指太用力的話 在幾個小時之後 在桃子的表面就會出現黑色的斑痕 這樣就會影響到桃子的品項 進而影響到它的價格 另外其實在陽山 每一棵桃子在它小的時候 都會包上這樣一個黃色的紙袋 也是為了讓它受光照 還有包括收入均勻 其實從去年開始 這裡的桃農就進行了桃樹的 科技品種的一個創新 您看一下在我的兩側 現在種植的都是Y型的桃樹 這樣帶來的好處就是 可以使得農民更加地增產和增收 像傳統的桃樹 它是矮而覓的 但是機械化的種植就難以普及了 那麼現在是運用這個新技術 種的桃樹差不多是有4米高 而且樹間距是1.5米 這樣的方式就非常適合機械化的運作 比如說像這個履帶運輸車 還有彩桃升降機等機器 都可以在這個桃林裡邊 也是來回穿梭 那麼順應桃樹發育的一個栽培的模式 結合長枝修剪果圓生草等技術 激發了水苗桃果樹10%到20%的一個增產潛能 那麼剩果期母產量會有望突破2噸